前几天,国务院发布了一份促进就业的文件,在这份名为《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》的若干意见中,最引人注意的一条是,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,可返还其上年度,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%,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来稳定就业,反过来也可以看出当前就业的压力之大。 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国,国内也没有专门针对就业出台救助文件,由于就业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,所以目前国内企业裁员的具体情况如何? 其实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数据,网上关于大规模裁员的消息随处可见,但是相关公司无一例外均予以否认,突视觉中国阿里巴巴被报大规模裁员, 公司的回应是人才体系升级,京东被报大面积裁员,公司的回应是谣传,已收集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,富士康被报裁员34万人,公司表示不评论市场及媒体留言。 除了这些大型公司之外,其他行业的裁员消息更是源源不断,比如频频爆雷的互联网金融行业,迎来拐点的房地产行业等等。 这一轮裁员潮,其实并非只发生在中国,全球范围的大型企业,都在裁员过冬。 只不过,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,国内公司对于裁员的消息,从来都是断然否认。 而国外大型公司对于裁员则是早早就提前公布,通用汽车计划裁员1.47万人,福特预计裁员2.5万人,拜尔计划裁员1.2万人,一家计划裁员7500人。 国内企业对于裁员会莫如深,并不等于裁员就没有真实发生。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,企业通过裁员来缩减成本活动,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市场选择。 如果像国外企业一样公开透明,提前公开裁员计划,无论对于投资人还是企业员工,都可以做出更好的应对。 其实这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,否则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。 合伙人据照,当前就业市场的真实压力有多大呢?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,不过看看民营企业的现状就可知一二。 由于遭遇刺激压力,市场空间被击压,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等因素。 当前的民营企业正面临前所为有的困难,也因此引发了政府对民企最高规格的救援行动。 中国80%以上的城镇就业,都是由民营企业贡献。 民企大面积遭遇困难,就业市场的压力有多大,也就不难想象了。 如果这一轮对民企的救助不成功,将来出现民企大面积倒闭,究竟压力还将成本上升。 中国这一轮裁员压力,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。 首先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,带来就业需求减少。 中国的就业对于经济增速有极高的要求,发达国家通常保持2%,3%左右的增长,就可以实现不错的就业水平。 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,叫做七上八下,也就是TDP增速维持在7%到8%之间,才能将就应维持在一定水平线上。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,依靠资本投入,这种模式创造就业的能力很低。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里,中国经济一直强调保达,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就业。 随着这几年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持续回落到7%以下,就业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。 尤其是今年贸易战爆发,更是加剧了就业压力,相关出口企业订单搭紧,只能通过裁员来控制成本。 图示觉中国,事业压力增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去产能,中国经济长期的高资本投入,带来大量过剩产能,前几年推进工技测改革,去产能由此拉开大幕。 从长期来看,去产能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得不跨出的一步,但带来的短期后果就是就业概念大量减少,事业员工增加,除了我们自己主动去产能之外。 国际市场产业结构的转型,也使得中国很多产能出现了转移,大量就业机会流失到国外。 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以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,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,很多低端制造业的产能,逐渐向更便宜的东南亚和非洲转移。 就在此时,美国也开始强调制造业回归,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。 中国面临更多的竞争,比如特朗普就多次喊话苹果,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,通用汽车宣布计划取消几家美国工厂。 特朗普威胁要取消,甚至升回其所有补贴,对于中国而言,无论是低端还是中高端制造业,都面临富倍受低的压力。 除了经济不景气带来就界压力,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,也狠狠捕上一刀。 最近一两年来,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、无人餐厅、无人酒店等开始大规模布局。 京东计划未来用机器人取代快递员来实现货物配送。 今年已经开始在北京街头测试,富士康也计划用机器人,替代80%的人力。 对于人类而言,经济寒冬之下,既要超越自己的职场对手,还要提防未来的机器人,实在是生存欲减。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,大概有三千万员工下岗,这一次财源压力有多大,现在还很难预计,和90年代那一次大规模下岗潮相比。 当时,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低谷走向高潮,经过改革震通之后,很快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,加入WTO,房地产起飞,民企快速崛起等等。 各种日豪因素很快就消化了失业压力,这一次和90年代截然不同。 中国经济正从高处回落,未来很长时间,都将处于L型的走势之中。 如果不能释放出深层次的改革红利,这一次失业潮很可能会硬着陆。 刚的清剧照,失业潮之下,压力最大的是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。 这部分人群看似光鲜,有着不错的收入,也有房有车。 但其实生存状态相当脆弱,由于收入远远不足以实现财务自由,而每个月在房贷,子女教育等方面,都有着巨大支出。 所以对工作收入有很强烈的依赖,一旦中年失业,现有的生活状态就将被全部打碎。 另外一类人群是大学毕业生。 目前中国每年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,大概是1300万人,而仅仅是大学毕业生的人数,就已经高达820万人。 未来大学毕业生人数还会上升,而失业潮之下工作机会越来越小。 现在800多万大学生在1300万个就业机会中,寻找工作已经很难。 将来就业市场的供需还会进一步收紧。 想象一下,如果将来大学毕业生上升到900万,每年新增就一下降到900万,大学毕业生将面临怎样的竞争压力。 如果将来推行延迟退休,老人们在工作岗位上再多待5年,留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还会越来越少。 财源朝到来,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替身自我,将自己变得不可替代,尽管这并不容易。 大家都在看,中年男人变形记,全命都市十年,一键订阅2019年,三联生活周刊,下单集赠送精美生活的一册。 点击,今日生活市集,发现更多好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